大家好 今天是6月17日 星期一 今天有很多問題 想和大家討論 當然是主要回答大家的問題 不過回答之前 我又說一下對港股、美股 以及個別股份的狀況 因為有很多問題和大家分享 先講港股吧 其實今天的港股 即是恆子的話 真是正宗的有波幅 沒有升幅 因為到收市的時間 其實不要說是恆子 科子也是 變化幾點 尤其是到了下半週的時間 其實市都基本上處於一個 我想每個人是二十三十點的波幅狀態 早段的時間 其實指數都看到高低位 都成三百多點 如果計算波幅計的話 其實今天恆子的波幅 相對之前的時間是大的 但只不過方向 真的不是很明顯 但也明白的 因為現在市場 都是在等著 有沒有一些突破 或者有沒有一些消息 講解一下 市現在 今天出了一些數據 其實這些數據 我覺得 都 都 有少許預算 樓市數據預算差 因為現在很明顯 因為之前的時間 當你撤銷了限夠之後 那些二十六的銷售情況 其實二十六是緩弱的 但價格不斷扯下去 即是在內地方面 那下去之後 其實二十六的價格 下去的時間 其實一十六的價格 都會漸落 所以你會看到 內地的 那個 叫做 新屋銷售的價量 也好 都是跌的 這樣的情況 但是零售銷售的數據 相對上是比較好些 即是內地方面 亦都因為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一些 叫做餐飲 不是 那些是飲品股 那些炸彈了上去 不過那些彈幅 都是短線的 我亦都不覺得那些彈幅 可以持久 但是短期裡面 現在大家要過這些數據 短期 就變成要觀察一下 內地方面 有沒有一些 叫做最新的 政策的消息 對於廣告來說 一定是之前的時間 例如說 七一 例如說送大禮 例如說 內地的 撲飾水 看看是否真的會撤銷 不過我記得一件事 政策是有幫助 也有機會可以扭轉投資的氣氛 但是這些支持 其實可以說是短暫的 即是可以說這些衝起 都是短暫的 而且市場 其實你說今天的時間 在18,000點 大概這位置 都是上落 其實現在收市價 是17,900多 不是差很遠 我覺得 其實現在 如果計算一些線 當你50天市 這樣算 但是 關鍵位置也是 染靈天線 即17,600這個位置 所以大家可能先看著 17,600這個位置 所以我還是先看這個位置 那既然講到港股 不如先回答大家 一些港股的問題 有朋友問 提及到 美團也是超跌反彈 今年才有這麼多 騰訊才是增升 同意 美團其實今年以來 因為它的價格 其實在上年的時間急跌下去 所以它的價格 其實今年雖然大很多 但只不過現在 都是百多元 其實不是真的賺太多 那麼 騰訊是否真升呢 如果以基本面去看的話 騰訊 大家會覺得 這件事會更加低 所以我覺得 騰訊是有些賣點 這件事也是 好人會聽 這件事是由始終 騰訊 不枉叫古王之名 這是真的 但是 買騰訊 如果大家 集中買港股這邊 科技股裡面 要選擇 都是只有它 其實還有另一隻 如果要選擇的話 之前都說 快手的業績OK 但是快手 我已經不敢建議大家買 因為快手太弱 那是騰訊音樂 騰訊音樂 我覺得也OK 業績我也有出內網 OK 但是騰訊一定是首選 這樣 另外 就是 廣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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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市況的氣氛差一點 它不利 所以 如果市場 好像剛剛提到 要再試下去 250天線的話 廣交所的股價 都會有機會 會受壓 唯獨 現在看看 顧色水 是不是真的會減 減 如果減的話 對於它的氣氛 有些幫助 不過 一件事 廣交所 因為股價 真的很視乎市場的氣氛 市場的氣氛 市場的氣氛 要有些改變的話 大家要早著先機 又或者 好像 氣氛慢慢好 的話 可以 部署一陣 大家試想想 當時市場 一萬四千多 一萬五千多 爆上去 一萬九點那一陣 其實廣交所的 很多政府都不差 OK 但是這些聲勢 又不是經常見到 所以這一隻 大家如果真的沒有貨的話 我就不太建議這樣說 但是 有見過朋友問 就是問這個 700 1211 2018 2382 388 選兩隻去入 這樣算吧 我這樣給你一點小意見 因為 第一件事 其實這個 2018 2382 是同一個版塊 然後 380 剛剛提及到 在市場的氣氛 所以 如果 12345 股份 選兩隻 我會在 2018 2382 可能會選一隻 700 1211 和380 又會選一隻 剛剛提及到 如果我選 700 在這五隻股份 一定是首選 假設 集中在這五隻 700 首選 但另外 那四隻 裡面 388 剛剛提及了 看氣氛 但如果氣氛改善的時間 因為你已經有隻 700 其實已經夠包 車股 1211 我一向都不喜歡 所以 餘下 只剩下 瑞星 加2382 但是 因為 瑞星 加2382 其實是炒 蘋果概念 版塊 蘋果概念 的話 只不過是現在 升了這麼多的時間 你還追不追呢 我覺得不如先等一會 還有一件事 就是 假設看好 剛才的邏輯 就是 看好AIPC 看好蘋果是AI的發展 到時買都不遲 其實有些股份 你說遲買 有沒有問題 這又是一個 叫深 我怎麼說 一個深 我想是深魔的問題 例如像NVIDIA NVIDIA 每個人都會說 早知買去吧 是不是 鬼不知 他曾經有股價 或者騰訊也是 騰訊的股價 當時好像 2003年的年代 其實是三個多 三個多 假設你三個多買的話 到現在 真的可以說是發財的 但有多少人 三個多買 現在還未沽 我想說什麼 就是很多股份 我當你 可能給你一位買了貨 也好 假設它升一倍 或者兩倍的時間 你一定走貨 這是肯定的事 所以你可以說 你要賺到尾 是很難的 很難的 但是近年來 好像用NVIDIA 或者是TSM 這些例子 想說什麼呢 就是說 因為以前 其實你可能 開貨多 甚至升一兩倍的時間 大家會走 但是 如果你假設 對那些股份 是 研究完之後 你對它是很有信心的話 那你就會拿 還有我覺得 現在的情況 有些就是 如果你看年初至今的時間 你拿著那些貨 叫做長拿 那些回報 未必低過你炒股 有些朋友很喜歡 可能你說炒賣賣 當然 那句 沒有錯的 股票 你可以說 可以用來投資 也可以用來炒 也可以 沒有所謂的 最重要的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性格的人 他們有些不同的取態 但是 有時候 就說 你對股份的信心有多大 或者是 欠貨多不多 如果你欠貨很多的時間 其實你的股份 你升上去也好 你是開心的 但是 你會害怕 因為欠貨太多 你會害怕什麼呢 你會害怕贏少了 也會害怕股價 你會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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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炒貨不太多的話 變相之下 你就可以炒 所以 這件事 其實有些 都很講究 究竟大家 持貨能力有多厲害 但是 我覺得 如果你說 本身 剛才提到的 這五隻股份 如果你打算 有些錢 可以放置 其實可以 但是 如果短炒 短炒的話 一定會選擇波幅最大的 2032 2018 我覺得可以 但是 可能選一隻 或者是 回复一點才買 真的不需要急 這樣 但是沒有 我剛才提到的 就是 大家 其實你說投資也好 炒股也好 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還有就是 有時候沒得欠 是的 但是 譬如 那些股份 例如 像陳迅 三萬元買不到 但是 如果 他的業績表現 或者知道 前景是OK的 做了很多功課 你也不介意 一百元去追 甚至二百元去追 因為 你也一定有賺 還有 你拿起來的時候 你會安心 我想說 這個 如果你要拿 開的話 是安心 NVIDIA也是 你那時候 你買的時間 可能中途 他遇到一些挑戰的時間 他的股價都不是沒有插過的 但是 他熬過後 你見到 他的情況開始樂觀 OK了 就這樣吃一瓶 吃一瓶也OK 都夠了 因為真的 沒有什麼人可以 即是 你陪你這間公司 即是 上壓下 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 等他過世清晰了的時間 追貨 起碼你會炸得安心 這樣 那 首先 今年港股 如下的市 是不是都繼續弱 陰跌 我不敢說 因為市 其實現在 到這些水平 其實有機會 有一個好消息出來的時間 可以夾到 1200點不出奇 但是 大前提要有好消息 以及 人民幣的匯價要強迫 現在這些 全部都還未見到 轉息的情況 所以 就變成了 大家 即是港股現在 有沒有改善 難 而且 香港這邊 其實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 任何投資都是 任何東西都是 講你有沒有主題 又或者 講你有沒有衝勁 那你講過現在有沒有衝勁 那真的不太多 但是 你看看外媒方面 好像有AI 而 像NVIDIA 像Meta 這些升上來的時間 你的指數 一定不會差到哪裡 所以 變相之下 就是這件事 所以 就要精弱 看看有沒有主題的炒作 現在 沒有的時間 你就可能有升 那 講完2342 2343 2343 你看看這個太美容 航運 其實我很買的 不過 航運版塊 這陣子 真的 真的差一些 是啊 那你說 上去3元的時間 好嗎 我覺得你可以想的 但是 對航運版塊 我的看法 現在 不特別差 之前的時間 我看到這個 油運 那 接著是乾炭貨 再之後是集粉箱 集粉箱 集粉箱 是比較差的 但是如果你最新的報價的話 差幾個譜 都還是很厲害 其實 主要是 他們上半年的業式表現 應該會不差 特別第二個 那個行程會很厲害 所以 如果你有貨的話 這一輪先咬著牙筋 先拿著 我覺得 如果 以過去的時間 二三時間 排息的話 它不差 所以 先拿著 但是如果我沒有貨的話 如果大家去買的話 我自己會有一些 一半半 即是 跌倒少許 OK的 等於138元 我都還拿著 我沒有理會 其實這一輪的時間 跌倒也好 我沒有理會 最初我覺得 我的項目 裡面 是有一隻 韓文股 那我就拿它 講完這個 講過這邊 講一下 美股那邊 先回答大家的問題 有朋友問 這個 美股的 DELL 拿著先 不行 其實 DELL 是OK的 因為 最主要是業績 上一次的時間 其實是OK的 你說如果 加次再跌下去的時間 你說再加著 都OK 但是 新聞 都是那樣東西 風險管理 基礎之以後 還有基礎之以後 不要將所有的資金 放一隻股份上去 打散一點 是真的 因為 我覺得對面的基礎 有很多好 所有東西都是 不是沒有風險 都一定有風險 那 無風險的話 那價格一定不是這價 所以 當日有這樣的情況之下 盡量控制自己的註碼 不要太過重註 這是一個大前提 那 但是你說買其他東西 好像你說 Microsoft 行不行呢? 都沒有說不行的 其實Microsoft的勢力也很強 還有 其實如果你現在 以這次 AI的辦法去看 的話 Microsoft 這些都值得 你去留意 當然 現在這一下全都高追 但是 我覺得 還可以想一想 當然 都是那句 AI行不行 AIPC 究竟出貨量 之後的時間很關鍵 看看 能不能夠 真的可以先說 這是很關鍵的情況 有朋友問我 覺得買16部 Macs好 還是17分17 比較好些 現在是13部 Macs的 換機的東西 每個人都不同 那 我說一下 我的情況 我之前 即是 我現在是15部 Macs 叫做最厲害的那部 但我上一部的時間 是14部 Macs 我一向以來 我不是追機的人 我不是要追到最頂級的人 那 我14部 Macs之前的時間 是用這個 X 即是iPhone X 所以你可以說 其實我都不經常轉機 你看到iPhone X到14 其實中間都過了很多代 那 為什麼我會轉14 因為我的X 已經是 已經很不行了 即是已經油重燈膚 已經去到 差不多充不了電 一充完電之後 可能你隔了 一個小時後 已經是機器的時候 電就沒有了 可以去換電 但是 接著發現 算了不如 直接買一部新的 因為這部機器就開始慢 開始 用起來很熱 所以換了 14部 第四部Macs 但是換完之後 然後 我就知道 咦? 原來現在 蘋果公司 一部15部Macs 是用三奈米的 因為三奈米 是全球第一部 用三奈米的機器 所以我就想都不想 那 因為那時候可以交換 那一部iPhone 14 Pro Macs 好像可以交換 可以交換給蘋果公司 然後可以更便宜 我覺得好像有交換了 我覺得好像有交換了 我覺得好像有交換 最後 可以變成那部機器 不是 15 Pro Macs 不是真的那麼貴 那好吧 那 但是換換機器 好呢? 因為 iPhone 16 今年出的話 今年出的話 都是三奈米的 同一部機器 比的話 性能 效能上 不會相差很遠 所以 16 Pro Macs 我就不會換了 但是 iPhone 17 就會有機會 會換 因為iPhone 17 應該照傳聞 現在的傳聞 應該是兩奈米 那我就有興趣會換 但是 是下年的事 只不過 如果你13 Pro Macs 你轉到 15 Pro Macs 16 Pro Macs 應該是一個差 那個叫做 那個出道 或者到時 因為用AI 那 如果你用AI 的話 基本上一定要換 所以 看你本身有沒有興趣換 這樣的情況 那 最後我講兩件事 因為今晚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台積電的股價 因為 事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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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它好像有些消息的題目 就是 它會加價 即是 三奈米 它會加價 加5% 另外 就是 那些代工 會加5% 那 Coors 那些 就會變成 它會加15-20% 即是那個加貨 那 加價對於它 一定是有幫助 但是我想說回來 就是 特別的 因為今次的加價 傳出 這個台積電的加價 那個 意思 在那時候的情況 就是說 這個 魏德聖 是不是那個名字 魏 還想不到那個 那個名字 劉德欽 還有這個 魏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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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提到 就是說 覺得 有個加價 因為覺得 好像NVIDIA 那些 它賣這麼貴 所以你說 台積電 是應該要加價的 那 王總 就立刻 就贊成 說應該要加 也不明白 它不加價 這樣 所以你說 現在台積電 有一個加價的 部署決定 其實也可以說 是預算的 不過 有個情況 就是 因為加價 其實對於一些 對於 那些用家 就是NVIDIA 都是不利的 而且 現在最有趣的是 這個台積電 是真的 它的條件加價 它這三兩位產能 其實今年 好像會 double 但是應該都不夠 付費的需求 好像說 現在 預計 那些訂單 已經排到2026年的時間 所以 其實是供不應求 更加有條件加價 但是 加價還加價 那些 你的客戶 例如NVIDIA AMD 那些 其實 他們可不可以把那些 成本主價出去呢 其實我覺得 NVIDIA 是可以的 但其他那些 就很難說 因為NVIDIA 現在在AI 在身邊的市場上 它有一個 絕對壟斷的地位 現在最新的研究 之前說它是佔了 一個市場的九成 即是AI AI GPU 它有九成 所以我覺得 其實它可以把那些 成本轉交給客戶 但是 這個 Intel 和這個 AMD 可以不可以呢 就兩看了 因為 如果你加價的話 變相之下 你和這個 NVIDIA的競爭 你會沒得數 所以 其實 為什麼王總會這麼著力 叫 TSM加價呢 其實 對於他 對於TSM來說 加價 那些客戶 都是要買的 但是 對於其他客戶 來說 可能就受慮 那樣 王總真厲害 這個東西 更加反映 他真厲害 好了 講到這裡了 大家有問題的話 歡迎大家再留言給我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